最近呢,很多人发现自己洗完头之后,会掉很多头发,团在一起好像一个毛线团,这样下去啊,不知道会不会变秃了,可能是因为气血比较虚,头发得不到滋养,耐掉的自然就多。 所以,我们要细心地护理头发,不要去烫发染发,尽量多地保住自己的头发。 下面呢,我给大家分享一组顾发按摩操,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,有助于头发的生长。 首先呢,我们把自己的头发散开,用我们的双手呢,先来推一推头皮,主要是使用我们的双手的食指,中指和无名指这三个手指,把这三个手指呢并拢,然后呢,放在咱们的头皮上。 先从中间开始,中间这条线是我们的督脉,两手之间的距离呢,是间隔一到二厘米,然后同时向内推去挤压你的头皮。 从你的前额开始,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往内推,两手向内推,然后停留大概一到两秒钟,放松继续往后。 先推正中间的这条线,有的朋友可能头皮比较厚,推起来比较方便,有的朋友呢,这个头皮比较紧致,推的时候稍微用点力,中间的从前额推到你的后脑勺。 之后,我们开始从左边,把你左半边的头皮推一遍,同样还是两个手之间的距离,一到二厘米,然后用力地向内推挤压。 从前往后,你一边推啊,一边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头皮,有一种在放松的感觉。 平常呢,头皮很紧张,总是觉得这个头有一种疼痛的感觉。 督脉推完之后,我们再来推两侧的膀胱筋。 膀胱筋在动脉的两侧,还是同样的方法。 双手中间的三根手指并拢,然后慢慢地从前额开始,两手之间距离一到二厘米,用力地向中间挤压。 一边推,你就会一边感觉到自己的头皮在放松。 你推完的这些部位啊,有一点点热热的啊,有一点麻麻的,但是很舒服。 还有头的两侧,用我们的手指啊,慢慢地推。 两侧呢,就到了胆筋和三胶筋这个位置,一直推到你的耳朵的周围。 好左半边的头皮推完之后呢,咱们就来推右边的。 先是推膀胱筋,从前额开始慢慢地,同样把我们左半边的这个头皮啊,都推一遍。 那么这个动作呢,咱们做完,大概也就是需要二到三分钟左右。 做完之后,第二步来啦。 还是把我们中间的三个手指并拢,然后放在你前额正中线上。 双手的指尖呢,相对两手中间距离一到二厘米,然后用力地向两侧拉。 先把中间督脉,从前往后拉上一遍,然后是左侧膀胱筋,胆筋,最后是右侧。 同样的方法啊,那么我们整个头皮啊,等于说都是拉了一遍。 跟刚刚咱们做推的动作一样,也是我们做完整个过程,大概是二到三分钟的时间。 一边做一边,就会感觉到自己的头皮,好像是被撑开了,非常的舒服,非常放松。 我在为大家演示的时候呢,用力是稍微小一点的。 那么大家自己在家中做的时候,可以用力稍大一些,不要怕把头发弄乱。 我们稍微用点力,然后再做推和拉的动作的时候呢。 每一个动作,我们都分别停留上二到三秒钟。 大家慢慢地去做,把我们整个头皮放松一遍。 然后再来做第三步,叫做舒纳我们的头皮呢。 在经过了你刚刚的推和拉之后啊,这整个头皮现在是很放松的状态。 我们要趁着这个放松的时候呢,把经络去疏通一下。 接下来呢,我们就沿着刚刚讲的啊,我们头部的正中线督脉。 先来梳你的督脉。 从前额正中线开始,把你的梳子放在前额正中,一直梳到你的脑后,慢慢地梳。 在梳的过程中,去感受一下,你的头皮有没有变得非常疼痛的地方,或者是有没有那种硬硬的,像小结一样的地方。 如果有的话呀,咱们就用这经络梳子的一端,比较宽大的一端的大梳尺,用力地去点揉一下。 特别是在头顶摆会学这个位置啊。 好多朋友都说,梳起来特别的疼痛。 而且呢,还有好多人,感觉里面好像有一条硬硬的,粗粗的筋。 很疼那其实,这些是咱们经络上预读点所在啊。 大家把它梳通开就好了。 然后是我们的左边膀胱筋。 从前往后梳一梳。 好左侧并脚,右侧,每一条经络呢? 咱们去梳上30到50次,整个梳头的过程呢? 其实你整个头部梳完,也就是需要3到5分钟的时间。 大家不要着急,慢慢地梳。 遇到疼痛的地方,要多柔多梳通。 那这三步呢? 大家每天晚上在睡觉之前,你可以坐上一遍,早上如果有时间呢,也去坐上一遍,能够清理咱们头皮经络当中的淤堵,让头部的气血循环更加通畅。 这样头发才能得到滋养,才不会掉得太多,而且也能更快地长出更多的新头发。 大家要多去按摩头皮,过去给头部的经络做疏通,防止脱发过多。 也能够帮助我们,长出更多的新头发。 让我们整体的头发,看起来是又黑又浓密。 人也显得年轻,有精神。 我的朋友小王,是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小伙子。 他最近遇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姑娘。 他很想表白呢,但是又有一个很苦恼的事情。 就是他发现自己的头发呀,在这两年正在大把地掉,头顶已经隐约露出了头皮平台。 让他显得老了十岁,那么他很想给这个姑娘留下一个好印象。 于是呢就来问我说,怎么样才能在短时间内让头发都长出来呢? 其实这可真是给我出了一个大的难题。 因为脱发呀,它不是一两天形成的。 它可能是源于我们长期的熬夜晚睡,长期的心情压抑,长期的压力逐渐耗损了气血。 这样才会开始脱发的。 所以我们想要头发一下子就长出来,这也是不太可能做到的。 它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耐心,以及去调养身体。 护理头皮。 那么在日常,我们该怎么去? 护理自己的头皮呢? 平时我自己是经常按摩头皮的。 大家来跟我做。 第一个呢是提拉头侧肌。 那么把我们的大鱼剂按在耳朵的上方。 向上提起头皮。 重复五次。 大家在自己操作的时候,可以把你的手肘放在桌子上啊。 来借力把头皮向上提一提。 第二步呢是提拉枕肌。 把你的大鱼剂放在后脑勺。 然后向上提拉头皮。 一边向中间挤压。 一边向上提。 重复做五次。 从下往上。 第三步呢是提拉我们的额肌。 把你的双手拇指和食指互相交叠。 然后呢,用我们的手指啊按住头皮。 用你的指腹一边按揉。 一边向头顶去提拉。 重复做五次。 这样做完你的整个头皮都会非常轻松。 非常的舒服。 你本来的那种头皮僵硬啊。 紧绷啊疲惫的感觉呢,就不见了。 还有很多朋友工作完之后,觉得累得头晕,都可以这样做。 能够改善头皮,让你的血液重新循环。 而且呢,还能够改善我们面部的松弛。 那么大家每天呢,可以给自己去做上两次。 早上一次,晚上一次。 长期坚持啊,咱们头皮健康,才能够长出浓密的乌黑的秀发。 好了,那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谢谢大家。